喂 各位 今天就和大家说什么呢 说这个十四五规划 中共的十四五规划 大家都知道 我是多关心国情 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国的国运 和它的发展 它每分一刻 都经过习大的带领 都连向一个不止是中国历史上 而且是人类的高峰 即使面对这些西方的爱慕 的一些干扰 在旁边滋滋整整 好像美帝国那些 都不足为据 总有一天 中共国 都会超前而且带领人类 带领中国人 迈向一个新高峰 这个十四五规划 就完全展现 集大领导的伟大 就是他不屑于和美帝和西方国家 西方文明 即是在玩小家子戏 要降大事 西方就喜欢研究枪炮 研究航空母艦 导弹 导弹 战机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奇迹任考 在中共国眼里 其实这些都不足为据 现在 第十四国的五年规划 就是一个新的研究 透露了 那 我也率先 在这里和大家 讲一下这个伟大的规划 但是千万不要翻译经文版 因为我也怕西方世界的一些国家 都会访效 或者真相模仿 因为怕中共的这个研究 对他们的威胁 军事威胁太大 即是无谓这些钱财 你们国家又没有集大大 没有 所以这个是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做得到 这个伟大发明 那这个是什么呢 根据 这个 十四五规划 就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在8月5日 在官网上 第一批有九个科学的重大研究 其中一个很厉害的 叫超大型航天结构 空间组装动力学与控制 一个这样的项目 很厉害的 即是可以在 GEO轨道上 每平方米 收集热能等等 那它拿来做什么呢 它有些 想象图 一个 类似 一个太空站 还可以住人 这一个项目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结构 无快化设计 多次发射和空间组装的方式 进行建造 尺寸 尺寸 尺寸是达千米量级 超大型航天气 以一个重大的战略性 航天装备 将未来用在未来空间资源 利用 以及宇宙奥秘塔索 以及长期在鬼道居住等等的任务 证明可以 住人 是稳定地住人 不是像现在 SpaceX那些太空旅游 想去飘一飘 又当去太空 是长期居住 很厉害 如果你可以利用到宇宙空间 做宇宙殖民的话 就可以发展宇宙军队 宇宙军队就可以 全天候无死角地 对地球任何一个敌对国家进行攻击 现在 他有提出 有一个千米量级 那千米量级可以如何去理解 它的伟大和重要 就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一千米 一千米的建筑 建筑物 有多大呢 我先讲讲 国际太空站 国际太空站 这个就是 国际太空站 才只有10米 即是0.1公里 0.1公里 它只有这么大 其实有很多都是太阳能板 接收器 之类 由1998年 11月 开始 由质指号 发射第一个功能货仓 在这个轨道上 就环绕地球 地球六千次才开始慢慢组装 一路增加增加增加 不停地 不停地去兴建 98年一直到2011年 都还未完成建造 里面总共有多少次 有整 二十六次 二十六、二十七次 中间就有些 就廢棄了 用完就廢棄了 然后再重新添加 到今时今日 看到的这个模样 是要每次 大一点 大一点 上去组装 你要足足 搞成二十几次 你才可以有一个这样 规模 只是达10米的一个 国际太空站 OK 那好了 那这个 如果要一千米 就等于它的 一百倍 一百倍大 OK 好了 可以跟大家说 十米大概 自由女神像 九十三米 自由女神像 九十三米 你也要有 十个 不止了 千米 你要有一百个自由女神像 这个就是天壇大佛 一百五十三米 天壇大佛也够高了吧 哇 你要射一个天壇大佛上去太空轨道 都非常困难 你要带去多少米 那然后 又看看 如果以航空母船 中国辽宁船 中国辽宁船 就是这个 三百米 三百米 你也要有 九架 辽宁船 或者 例如 世界最大的 航空母船 福特号 就是三百三十三 即是 你也要有 三架 福特号 你才够一个 刚才那个 量子 千米量级 太空站 现在就是 你中国 这个 辽宁船 都要是 买二手回来 自己做的 都只有一个 叫做山东船 对吧 極其量 就是用傾国之力 都做得过两架 那你要做三架 不止 还要是上太空 怎么上去呢 会不会在那些 航空母船下面有些 噴射器 噴的 航空母船上天 而不止 那些飞机 不止是在飞机上天 是直接隔航空母船都可以上天 直接飞上太空 哇 厉害 这个伟大的创作 厉害了 这个也不止 再给大家看 这个 星战里面的千年英号 千年英号 都只不过是25米 25米 都不够 还要有500架 千年英号 这个 木马号 这个 就是宇宙世纪 UC0079年的 联邦军的一个 新型战艦 这个叫木马号 或者叫白色基地 在机动战士上映 即是出现的 可以搭载的 武备 有这个 ROX782的 元祖高达 还有这个 雷射大炮 和太空坦克 还可以搭载核战机 那这架 可以核战机 这架 武艦 那他也只有200米 哇 要有5部 太空 要有5部 太空 木马号 很厉害 再看看 这个 再厉害 这个 这个 叫做 星战里面的 纤星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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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了 那他呢 这个长度 长度 就1500米 就是 凸了 一块 这个 新的 中共的 这个 千米量的 太空站 就有三分之二了 那下面那些 这个是我们的 国贸 这个就是 台北101 那这些 都可以 收得皮了 可以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只不过是 五分之一 你想想 这么多栋大厦 一起 先救一个 千米量级的 一个 太空站 哇 哇 真是想起 都真是 嚇一跳 是不是 你美帝 你 弄到 那些 什么 福特级 浪费 浪费 航空母艦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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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 上 那些 战艦 可能到时 研究了 MS 这个 机动战士 飞些机动战士 下来 炸死 你们 还用什么打 你美国呢 你现在 趁中共 还没研究到 还没研究到 他出来 你自己 好投降 将来的 你做 你们美国人 就做牛 做马 肯定的 这件事 但是 其实 最重要的是 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做价 什么都价 现实是最重要 做价 多少次 原来 十四五规划里面 有透露 研究这个 这么重大 这么伟大 这么史无前例的 一个项目 究竟多少钱呢 让你猜猜 让你猜猜 让你猜猜猜 看你猜不猜到 3 2 1 猜不到 1500万 不是1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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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5000万 就有这样的 太空站 厉害不厉害呢 哈哈 那么 中国人 就是科技领先 这个是很紧的 你那些 iPhone 奇技人口 收皮 15000万 到时 中国 环绕整个太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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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 的大气层 做多少个都可以 1500万 算得什么 我们 香港 海船门 一个单位 都要千多万 有几个海船门 出来算得什么 全部拿来做 这个 宇宙战 到时 真是 西非来 但是 问题 你做这个 我刚才说过 国际太空站 都要 这么多个国家 英 爱尔兰 葡萄牙 奥地利 这些是没有参与的 不好意思 有 美国太空总署 俄罗斯联邦太空局 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基地 和加拿大太空总署 欧洲太空总署联合 搞了二十多次 才砌到一块十米大的东西 在太空做 国际太空站 你想想 才只有七个人 满园 你想想 这个多么伟大 一个国家 中共国 做完 1500万 厉害 可以说 作为中国人 是不是应该 因为有我们 伟大 习大 大领导人 有这么大的构想 可以摆上自己 这个国家的 这个规划 章程里面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 感动呢 是不是很 这个 感恩呢 是不是很 开心呢 好 今天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发过好梦 呼吁大家like and share 和继续我们Patreon用户 就这样 拜拜